火蝦料理一直都是 台湾人最爱的海鲜美食之一 而这一两年来 有很多的水稻虾 流水虾餐馆投入市场 今天我们要带你前进 隐身在新竹的这家店 不只有正宗的泰国流水虾 更结合了台式的料理虾 今天的外景呢 来到了新竹科学园区房的 精致流水虾餐厅 南洋风格的设计 还有霸系的海鲜区之外呢 今天的重头主角 就是我们的流水虾 由我们的帅气斯高老板 帮我们服务一下 来 跟各位朋友打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慢慢先放上来了 放上烤盘有没有什么样的步骤啊 基本上我捞起来以后 直接要放在这个冰桶冰镇一下 我们要让它稍微晕眩 它就不会在烤盘上活蹦乱跳了 OK 火活的部分掌握怎么样啊 我们不能用太大的火 对 因为虾壳很容易导热 所以它太大的火 很容易让它烧焦 所以小火 对 所以像我现在就是用小火 对 小火才能让虾壳烤得非常漂亮 那时间上呢 其实五到八分钟 就可以烤满满一盘了 所以刚刚那个老板也很贴心 其实帮我们烤了一份 因为他知道我爱虾又很饿 来来来 先剥一下 这个虾膏也流得太过分了吧 这些虾都是活的 当然我们现在烤是相当新鲜 那当然我们为了求要更新鲜 这些虾每天都是从屏东产地直送的 OK 所以说着说着我们这个 现在已经剥完了 我先来吃一下 新鲜的最好 那个虾膏跟那个嚼劲 完全就是太过虾美味的地方 对不对 是啊 那你们刚刚说的新鲜 跟屏东直送的 后台有一个养殖池对不对 我们努力打造了一个将近15坪的 一个续养池 在保持最好的环境 在每一个客人进到我们店里的时候 当它夹起来的时候 都像从屏东的虾文手上拿到的虾是一样的 厉害厉害 所以每天的虾大概送来就最多 就是大概在我们这边住 记住一晚 因为一下就这个被吃完了 是 这里标榜金氏流水塞 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我刚刚看到其实有南洋风 那我们的做法想努力的移植泰国的 正宗的流水虾的做法 原汁原味的 所以我们弄了一个泰国的乡村的style 但当然就是一个不锈钢的水道 因为全泰国曼谷 几乎都是不锈钢的水道 然后当然大家也都有一些 中岛的自助吧 我们的厨房很贴心的 我们提供了很多菜色是给客人 每一桌的客人现点现做 不会就是后面这一排吧 Bingo就是这一排 全部的料理都是吃到饱的 都是现点现做 然后吃到饱 连这种胡椒虾 柠檬虾这些 都是吃到饱 是啊 好 我们先帮你上下 蒜蓉真虾 谢谢 谢谢 你们师傅有心念改意 我才准备要点而已 马上说上来了 感受到你的需求 真的 感受到我爱吃虾了 这个全部的虾 不是往里面看什么东西 这个摆盘也太遗花了吧 这就是胡椒虾 目前最受欢迎的 那我们也很坚持用一个 很传统的做法 所以他把它自认为最好的胡椒配方 带到我们这边来 最道地的 那旁边就是比较新的 是蒜蓉吗 刚刚说 这是蒜蓉真虾 特别在哪里 泰国虾本来不亦入味 我们把它去饭以后 让它味道可以进去到里面 让客人吃到热腾腾的蒜蓉真虾 那既然虾都在面前了 晚上要剥来吃一下 不好意思 今天一直在吃 因为吃到饱了 但是最后呢 这个我们的达人斯卡尔 要说一下剥虾 丝虾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诀窍 是什么 基本上泰国虾的虾壳 是比较厚的 基本上它也比较扎实 那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的建议 吃虾请尽量自己剥 不要帮别人剥 因为其实泰国虾的酱料 很多都在虾壳上面 对 所以很多味道会残留在您的手上 指纵尖 手指头 所以这样吃的用 还有一点云籽的概念 就是这样的吃吧 但如果你帮别人剥的话 你可能就品尝不到这样的味道 你可能会拿您的手指头来喊 所以呢 不用太贴心帮别人剥 反而自己剥 比较有私下的乐趣 你不能这样是这么说的 看来老板这细化 帮不爱替别人剥虾的朋友们 找到出口 但言归正传 两小时的泰式流水虾 泰式料理虾 吃到饱 就隐身在新竹巷弄 不只诚意十足 更是全台首创 想查询完整的节目内容 你可以上年代新闻的网站 或是赶快加入 年代关键字的粉丝团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陈元纯 年代关键字 我们下个礼拜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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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